今天讲一下斜纹布 斜纹布呢 它通常采用2比1的组织 织制而成 织物的正面斜纹纹路很明显 反面会比较模糊 经纬向军用单纱 线密度比较接近 织物经密略高于尾密 用细特纱织制的称为细斜纹布 用中特纱制成的称粗斜纹布 它所用的一个原料有纯棉 粘纤和笛棉等等 斜纹布呢 布生紧密厚实手感柔软 少量市场会销售 主要是用做被子的底料和内浴库 大多加工成色布和花布 色系鞋纹布用作一般制服 运动服布料和服装的礼料 花鞋纹一般用作妇女 或者儿童的衣着 大花鞋纹一般制服装的材料 大花鞋可以用作背面的材料 大花鞋可以用作背面的材料 谢谢大家